其實臺灣在各個領域都有非常多傑出的人物 而Discovery頻道製作了一系列最新的紀錄片 要帶領觀眾一起見證 臺灣在工業 農業 以及醫療 等三個面向的人物故事 看他們如何在世界舞臺發光發熱 20年前 楊先生小學時 因為意外導致十根手指頭只剩下一節 連喝水都要爸媽拿杯子餵 上廁所也無法自理 直到遇見衛福權醫師進行移植手術 用手能拿兩到三公分的小物品 這樣的奇蹟不只發生在楊先生的身上 四年前在菲律賓遭到綁架的香港女子易小玲 因為子彈貫穿帘羽頸部 造成下骨及周圍組織嚴重傷害 手術重建多次都失敗 也是透過衛福權醫師的手術治療 獲得良好的改善 臺灣整形外科醫師衛福權 獨步全球的危險手術 幫助上千人獲得國際的肯定 而以農曆國的臺灣面對越來越極端的氣候形態 工研院利用高科技LED燈業照 讓埔里的角白損變得漂亮 同時節省龐大的電費成本 臺大研究團隊更利用無限感測技術 來提前預知果實營的到來 有效提醒農民及早預防 有一個全球化的一個問題 讓整個農夫還有food production會有一些問題 有這些科學家去幫助我們這些農夫可以繼續生存 另外臺灣研發全球首款透明的觸控手機 將光學玻璃運用在智慧型手機上 讓玻璃手機成為最酷炫的數位行頭 臺灣透過不同成功的產業與人物故事 在世界舞台上發光發熱 讓國際看到臺灣的實力 記者烏雅宇 陳立峰台報道